淮香恩典路 何家泛舟记 作者 淮香 这是三十四年前的春天 热心的邻居吴先生夫妇 趁着冬雪融化 河水上涨 带初来乍到的我们 开开阳昏 到滨州 泛州 我们先把车停在游客停车场 买了票 坐上公司的车 到上游码头 下车 换州 接着 美人脖子套上救生圈 就顺流而下 直奔目的地 停车场旁的码头 管理员再三叮嘱 河水深浅不一 有时深不见底 有时水浅不利行舟 务必遵照沿途的警示标志 尽量避开 湍急有水花之处 同行的朋友 一家一周 同时出发 起初河面平静 水波不新 我们随波逐流 倒也轻松 滑着滑着 水流湍急 河上树立的警示杆 让我们不可越雷池一步 只是 不管我和一双儿女 怎么使劲 好像都帮不上大忙 还是得靠一家之主的外子 独称大局 竭力华丽警戒线 我只能哼唱主日学诗歌 游主在我船上 我就不怕风浪 来鼓舞士气 最让我们担心的是 大伙同时出发 前后呼应 邻居吴太太还给我们照下这张照片 只是 仕途老马 驾轻就熟的他们 早就传过水无痕 滑得杳无踪影 眼看天色就要暗了 环顾四下无人 我们却还在河上漂泊 没有两岸原声提不住 青州已过万重山的悠闲 只能感叹 穷山恶水何时了 好不容易终于抵达目的地时 早就上岸的朋友 才松口气 我们一行人 尤其外子 也精疲力尽 悟患心仪 如今 掌舵的外子 已先行下船 当年少不更事的儿子 却因那次泛舟的启发 成了户外活动 如骑重型机车 冲浪 三铁 攀岩 东勇 弹跳 七弹 骑自行车 滑雪等 无意不语的好小子 正如经上记得 试炼当时以为苦 事后却结出平安的果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